既然讲不了人类的性 那我就讲讲 众生吧 嗨你好我是Lily 为什么生物会产生性别 为什么有性生殖成了今天最主流的生殖方式 目前已知的防殖方法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有性生殖 一个是无性生殖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就是单细胞生物 它们的繁殖方式很简单 把自己一分为二 复制一个完全的自己 这种叫无性生殖 它们不需要性别 就像是复制粘贴 后代都是自己的客容体 这种繁殖方式非常简单粗暴 它也有很多优点 第一是不需要花费时间寻找配偶 不用搭晒 不用套路 不用买礼物 也用不上下半身 第二就是在无性生殖当中 所有的个体都可以繁殖 而不是像有性生殖那样 只有雌性可以繁殖 第三个就是繁殖的效率高 第四个就是只要环境有力 那么整个种群就能够迅速增长 听起来没什么毛病吧 但是优点 有时候可能会成为致命的缺点 第一个就是无性生殖 是让个体的基因100%的复制下去 但是如果产生一个突变的话 那就是永久的 且无法修正的 那之后所有的复制 都会100%的携带这个突变 假设我的一个手畸形了 代表着我所有后代的手 都是畸形的 而每发生一次突变 这个物种就会带着新的突变 继续复制下去 到最后会降低总体的生殖成功率 和适应性 第二个重要的缺点就是 如果环境发生了聚变 那么整个种群都可能因此灭绝 比如大肠杆菌 它就是无性繁殖 优点是它可以快速的繁殖 缺点就是 它们所有个体的遗传上是相同的 如果对这种细菌使用一种 有效的抗生素的话 那么所有细菌都会死亡 但是即便是这样 也未必需要雌雄两种性别 毕竟自然界也有孤雌生殖 这种方式存在 比如牙虫和几种特定的蜥蜴 它们就可以不用接触雄性 靠自己生育后代 并且后代也都是雌性的 而且牙虫更特殊的是 因为它本身没有办法活过冬天 但是它的受精卵可以 于是牙虫会在春夏季 进行孤雌生殖 而到了秋天呢 会生出雄虫 然后进行交配 就是说它有无性和有性两种生殖方式 而雌雄一体的繁殖方式 其实是有雄性成本的 假设有100个个体 雌雄的比例是个50 不管怎样 最终也只有这50个雌性 能直接繁育后代 而如果这100个个体 全都是雌性的话 那也意味着这100个雌性 都可以产生后代 有性生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好处 才让生物选择放弃那50%呢 首先声明一下 以下都是几个主要的推论 不是定论 第一个又是加速变异 适应环境变化 剔除不良突变 有性生殖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就是 它导致后代之间的遗传变异 这是减速分裂的结果 首先无性生殖就像是一套基因组 从中复制出另外一套 这两套是完全一样的基因组 但是有性生殖就像是两套不同的基因组 它们各取一半拼凑在一起 最终形成一套新的基因组 很明显 有性生殖可以产生更多的遗传组合 也就是遗传多样性 这能够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相当于在同一个物种当中 你有更多不同的样本去试错 通过自然选择之后 那些严重不良的组合就会被剔除出去 第二个优势DNA修复和互补 先来台下修复 重组修复是以至唯一可以准确消除 DNA中双链损伤的修复过程 这种损伤在自然界中很常见 如果不修复通常会致死 而互补是通过另一半正常显性基因的掩盖作用 避免了其有害隐性基因在后代当中的不良影响 而且可以暂时保留不利基因 维持了基因的多样性 这样当显性基因不再适应环境的时候 与之等位的隐性基因就可以上位 就像你永远都有Plan B 第三个就是红防后假说 宿主必须努力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否则就会灭绝 这里是指寄生虫随宿主而进化 如果宿主一直不变 就像无性繁殖的个体那样 那么寄生虫只要适应了其中一个 意味着它可以适应整个种群 但是有性生殖的遗传变异 为物种提供了一种快速改善的机制 所以寄生虫就没有办法一次适应所有的个体了 它也必须不断的变化去适应 就像两个奔跑中的人 如果一方停止奔跑 那么另外一个就可以很快的抓住它 除了这几个主要的优点之外 它也有它的缺点 第一个就是有利的基因 未必每次都能传下来 因为双方各取一半 也不知道是哪一半 第二个就是有性生殖的总数注定会少一半 因为有一半的雄性是无法自己繁殖的 第三个就是繁殖的时间会更长 而且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求偶 去寻找伴侣 第四个就是会产生性传染疾病 总结一下 最早的生物都是无性生殖 更快也更高效 但是缺点就是一融俱融 一损俱损 之后也出现了孤雌生殖 而为什么要分化出雌雄一体的有性生殖 即便要丢掉50%的繁殖能力 可能是为了躲避寄生虫 以及可以产生更多的遗传多样性 去更好的适应环境 对物种来说是plan B 或者是N个plan B 今天生物的多样性 可能都要归功于有性生殖 以上是我今天的视频三连 请也和我一起保持好奇 我们下次再见 Bye